這一年其實就真的很難過的 因為經濟又不好 樓市、股市各樣都不好 也很多人走了 所以各方面都是很困難的 特區政府就說自己是盡量做些事 不過有些商界或者公民社會的人 都是很擔心這個《國安法》有很大的影響 不過北京和特區政府就不同了 不過怎樣都好 我相信就希望各方面的怎麼說 好像林夢彤所說 不要一阻二擇 甚至張炳梁前副長都說到一阻二擇 我覺得有些政策可能北京都未必要這麼嚴厲去執行 但是香港那些人去到很極端 所以我們希望有些事情不要令到大家這麼緊張 其實我們都不是跟誰比 都是跟香港自己比 因為香港好幾年前很多人都會同意 是一個很自由 很安全 很有法治的地方 雖然是沒有民主 其實我們比一些有民主選舉的地方 是更加自由 更加安全的 但是現在就變了很多人很憂心的 所以都不知道多少十萬人是移民了 這個是很大件事 當然當局當然是說 叫別人來 無論其他國家 甚至老窩 各國的人都說歡迎他來 還有在大陸那些人也歡迎他來 有些人就形容這個是一個換切的做法 那換什麼都好 始終都有幾百萬人在這裡生活 那我相信在這裡生活的人都希望是有自由 有人生安全 是有法治 那這些東西是我們一直會提出 會希望是可以 特區政府要堅重 和中央政府要堅重 那但是我們現在在說 現在是聖誕節 但是有很多人現在在監獄裡面 有些是在等著 等著受審 等著判算 有些都未曾開始審 那有些人就很憂心 有些是我自己的民主黨的成員 有些也是民主派的人士 那就大家都會覺得 就是以前如果拘捕了呢 是很多情況下 都會有保釋的 如果未曾上賭亭 但是現在有很多人就是困在裡面都未曾 也都沒有期去審 但是呢 也都沒有得保釋 而到時候審判的時候呢 大家也都很擔心呢 是會判好嚴科的判刑 所以是很多這些問題呢 是籠罩著的社會 還有幾千個年輕人是拘捕了幾年了 現在都不知道會是告不告啊 不告又會怎樣呢 各樣的事情都不知道 所以這一年呢 對於這些人 對於他們的親戚 朋友 家人 無論在香港或者在其他地方呢 都是很擔心 那當然新聞自由呢 也是一樣東西是很 大家很關心 和很擔心 因為呢 大家都看到那些在國際上的那些評輯 講新聞自由的評輯 香港本來是評得很高的 十幾 二十 現在去到一百四十幾 就是好像在懸崖上掉下去那樣 那也都是新聞機構 也都是很多都關了門 有些記者也都在過監 等判 有些去了外國 有些是占了工 不敢做 甚至說他老闆也都跟他們說 是很多東西都不可以連寫連報 那如果沒有了新聞自由呢 就很難有表達自由 這個也是大家是很擔心的 那這個學服自由 也都有很多報導 這些可以報了 下報 很多大學的講師 教授是走了 因為很多人是擔心 因為不知道何時會被投訴 被風高 那所以很多和繳紮自由 欣賞自由 那些自由呢 大家都是很憂慮 當然政府又說沒事的 總之你不要犯法就沒事 但是大家就不知道何時才要犯法 所以這個是一個令人憂心 而未來的新年 當局也都說 政法會就基本法第十三條立法 那當然這個是基本法寫了的 也都是好像當局說是政治的憲制責任 但是呢 也都是當年在2003年 為什麼當時前北進領導的長黨支持呢 那就是因為有些前線呢 或者不清晰 或者大家覺得呢 是不是可以清清多些 那看看這次會不會有機會 我們會從社會解釋多些 令到如果真的要立法的時候呢 社會沒有那麼多憂慮 那這些各式各樣的事情呢 我相信在未來這一年呢 或者更常呢 都會繼續困擾香港人 我主要都是要去支持他們 很多時候 其實說你都是 其實你是判了刑的 如果是被告呢 不一定是有罪的 那我們去支持被告啊 我相信就不應該犯法的 那也都很多其他市民啊 或者他們的家屬朋友都有去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 在香港是可以去法庭 在內地就不給入的 那這個是跟他們有一些不同的 一國兩制 那所以是去聽 那還有也都給一些法官啊 給政府當局知道呢 其實很多人是很關注那件案的 那我相信這些我們大家做得到的 是盡力去做啦 那除了去法庭聽審呢 我也都會去監獄去探望那些朋友啊 9月 明天26號 我是安排呢 是會去監獄去探望何信仁的 就是去看一下他 他是我們民主黨的前主席啦 也是前立法會議員啦 然後過兩天呢 我也都會去呢 去探望尹全堅 他也是前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 那在大年初一呢 我也是安排了呢 就會去荔枝國誠教所呢 就會去探望胡志偉 他也是民主黨的前主席 也是前立法會議員 那就是我們去呢 主要就是去關心他啦 去見面大家見面就是高興啦 那我相信他們在場內的人呢 是會高興見到出面的人 來探望他的問候他們 大家聊天 雖然但是只有十分鐘 但是呢 這些呢 我相信我們在香港 我們支持他們的人呢 這個是我們可以盡力做的 嗯 其實他現在 他的個個給醜 這樣的家人的情況 是 心情是怎樣呢 這些呢 我就不應該 是說的 因為別人家人都不喜歡我們說 不過就是 籠統一點來說呢 一定是沒錯的 就是當然他們當然是很憂心啦 很擔心或者很痛苦啦 那當然是希望他們的親人呢 是可以盡快呢 是從獲自由 那這個就一定是的了 但是其他的事業呢 我相信呢 我是沒有獲救權的 也都不應該是來講的 嗯 嗯 那現在何俊仁呢 我只會他們 在裡面的那個精神狀態啊 身體啊 身體啊 各方面是怎樣呢 嗯 嗯 他們幾個都是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我都全都是有探討 還有我們有其他人 朋友都有探討他們 那他回來內報呢 都是挺好的 就是吃東西 那當然是 那當然不是 什麼四星級酒店啦 那但是就 我相信是 就是 他們是有得吃的 不會說餓的 就是 有一些是健康一點的食品 因為又沒有鹽又沒有糖又沒有油 這樣呢 但是就 所以有些呢 進去都減了些肥 就是健康一點 他們又有機會做運動啦 可以訂閱報紙啦 又可以入一些書給他們看啦 他又可以收信啦 就是有時候我們會寫信給他啦 好像聖誕節 我們也會寄聖誕卡給他們啦 他又可以寄信出來啦 甚至如果有些人在 親友在海外的呢 他們都可以安排 是跟他們講電話 那就有些人提出 就說 可不可以有些視像 不要只是講電話 那我們都跟 情教視像提出的啦 那就希望他們可以考慮一下啦 那所以就 就是 他們有些就是 一般來看呢 我們覺得是 都還是可以的 那我們希望呢 就是你問得很對啦 因為有些市民都會有空 有些人在街上撞到都問我 就是覺得他們的精神狀態是怎樣 因為有些市民呢 是覺得他們所困住在這裏 是不是會變了精神崩潰啊 有沒有這些事 那我剛才說 我們認識了幾個呢 就是應該沒有這些問題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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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